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兴杰 由评歌为您播讲 享乐型性格者的主要特征如下 他们一般乐观开朗 活泼好动 常常给周围的人带来快乐 是典型的乐天派 他们害怕沉闷的生活 需要保持高度的兴奋状态 同时参与多项活动 对很多事情都很感兴趣 喜欢感情一直保持在高峰状态 他们喜欢拥有多种选择 单一的选择会让他们觉得索然无味 以积极的态度考虑问题 但是当真的问题出现后 常常会以追求快乐的方式来逃避问题 他们也极力避免与他人发生直接冲突 喜欢把信息相互的关联 进行系统的分析 以便从有困难的任务中理智地逃脱 或者可以从看似不相关 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中 找到不寻常的联系和相似点 与怀疑型性格者相反 享乐型性格者的注意力 总是朝着积极地回忆靠拢 他们更加关注那些积极有趣新鲜的体验 而主动忽略那些糟糕的事情 他们喜欢享乐 拥有广泛的爱好 总是追求快乐 但这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内心的痛苦 为了忘掉内心的挣扎 善用享乐型性格 可以让此性格者成为他人眼中的万人迷 或者成为创意无限的点子王 但是如果任由这种性格中的 缺乏耐性 盲目乐观 过度自恋 随性自由等特性发展 就很可能给这类性格者 带来较多的负面影响 因此 即使完善这种性格当中的缺陷 享乐型性格者的生活和工作 才能更上一层楼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输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心杰 由平哥为您播讲 享乐型性格者保持着游戏人生的态度 一直在追求快乐 逃避痛苦 其实 痛苦同样具有价值 同样会让人有所思 有所感 直面痛苦 接受痛苦 这才是一名典型的 享乐型性格者 应该做的事情 你是不是一个希望自己无所不能的人呢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有快乐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你是不是一个不敢面对痛苦的人呢 享乐型性格者希望自己能够博览群书 尝遍美味 希望与不同的人交往 拥有不一样的经历 因而 他们常常同样徘徊于多种事情之间 几乎不能够静下心来 沉淀自己 对于享乐型性格者来说 人生最好的事情就是体验新鲜刺激的事情 这种冒险会给人以动力 使人精力充沛 他们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 连轴转的生活方式更能够让他们心情愉悦 如果可以 他们会将自己的生活计划做好安排 列出一个清单 然后按照这个清单去做事 这样自己就再也没有沮丧的时间 也不会觉得生活枯燥 心情不愉快 除了这种典型特征 享乐型性格者还有一些典型的外在表现 这些可以帮助我们识别一个人 是不是享乐型性格者 也可以让我们进行自我检查 享乐型性格者的识别特征及其具体表现 可以参考评论区的图表 为了能够继续追求快乐 享乐型性格者甚至会运用自己 巧言善变的优势 把自己犯的错误 床下的祸推到别人身上 让别人因此而内疚 或者受到惩罚 以逃避自己的内疚心理 这种屏蔽痛苦 逃避责任的做法 很容易让享乐型性格者 变成不受欢迎的人 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 那如果你也有过类似的行为 那么请你一定要认清现状 不要让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 要知道 人生在世快乐虽然重要 但是为人处事 更应该有原则 有底线 如果你是享乐型性格者 请你将自己想做的事情 按照轻重缓急排个序 多考虑一下自己真实的内心感受 尝试着接受痛苦 感受痛苦 人生本就是有苦有甜 若你只想体会甜的那一面 刻意逃避苦的那一面 岂不是对不起 自己性格当中 富有冒险的个性吗 品尝痛苦 也是人生的一种体验 它会让你产生更多的人生感悟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兴杰 由平哥为您播讲 工作不是你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可以不做的 作为一名享乐型性格的成年人 在工作当中 你不应该完全随着自己的喜好 任性而为 在职场中 享乐型性格者 就是团队当中的开心果 他们会调节气氛 会带动团体的整体情绪 同时也可以综合不同的想法 提炼出最有价值的信息 并进行整合 这是享乐型性格者的优势 但同时 这种性格当中的劣势 也会使得享乐型性格者 在工作当中半途而废 做事情经常是虎头蛇尾 忽略细节 甚至忘记答应别人的事情 最终只能让别人来收拾烂摊子 影响自己的信誉 给领导和同事留下不好的印象 享乐型性格者在职场当中的主要表现 有如下特征 他们不愿意在死气沉沉的环境当中工作 那样的环境会让他们感到压抑 他们喜欢多元化的工作环境 他们也不喜欢被约束 经常踩点上班 甚至迟到个十几分钟 他们善于创新 经常会提出一些充满创业的点子来 他们会向同事承诺很多事情 但是真正做到的却很少 大多时候都会因此而误事 他们是公司里的开心果 善于调节气氛 可以说 哪里有享乐型性格者出现 哪里就会有欢声笑语 如果你也是一名 任性而为的享乐型性格者 那么 你应该试着做到以下三点 为自己负责 不要让别人帮你善后 第一 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享乐型性格者善于创新 会想出很多的新点子 如果将需要创意和设计的工作 安排给他们去做 他们往往会完成得很好 甚至令人大吃一惊 另外 享乐型性格者 在与他人相处方面 也很在行 因此 也比较适合 从事打理人际关系的职业 第二 不要随口应承 享乐型性格者是 说到做不到的典型代表 即使同事千叮咛万嘱咐 他们还是会把答应同事要做的工作 抛诸脑后 这并不是他们的故意为之 而是真的忘记了 那如果你发现自己也有这样的毛病 又不想失去同事的信任 那就不要再随口应承他人 如果答应了别人 你可以将事情记录在便签纸上 并且放在明显的位置上 以免自己再次失信于人 第三 强化自己的时间观念 享乐型性格者大多时候 是散漫的代言人 他们没有时间观念 这种行为在职场当中 往往就会被扣上不负责任 工作不积极的帽子 要改变自己的这种工作习惯 你可以给自己设定时间 将提前到达工作岗位 看成是一种新的体验与挑战 当你体验到这种行为的好处之后 就可以慢慢地改善自己的工作状况了 工作不是你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不做的 作为一名享乐型性格的成年人 我们应该发挥出自己性格当中的优势 改善性格当中的劣势 让性格为我们的职场生涯铺路 而不是成为我们职业发展的绊脚石 爱情中不是只有甜蜜与浪漫 同样也会有痛苦和平淡 如果你只想享受爱情的甜蜜浪漫 不想面对爱情当中的痛苦平淡 那是不现实的 因为这样的爱情根本就不存在 享乐型性格者会通过与他人 共享美好的事物来建立亲密关系 他们喜欢与对方讨论感兴趣的话题 美好的事物 他们的爱情看起来是十分浪漫的 也是具有冒险性的 因为这种做法会让亲密关系中的双方 都忽视生活当中平淡无奇的一面 而一旦双方的感情稳定下来 开始回归到日常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中 就很可能出现问题 对于享乐型性格者来说 平淡的爱情是他们不能够忍受的 而当双方的感情出现问题后 他们不会及时去解决 反而会通过参加大量的活动 让自己忙起来 并会以此为切口 回避讨论出现的问题 总的来说 享乐型性格者在亲密关系中的表现 有如下特征 他们不喜欢被束缚的感觉 喜欢保持自由自在的亲密关系 在恋爱阶段 经常会给对方制造惊喜和浪漫 他们喜欢寻求自己的快乐 尝试美好的事物 不喜欢做出承诺 经常建议撕迁 有点花心 他们喜欢刺激和快乐 经常忽视生活当中平淡无奇的一面 他们善于让对方高兴 当对方生气伤心的时候 他们也知道怎么样去讨好对方 然而一旦关系出现了问题 他们往往会选择通过玩乐来逃避 让双方没有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时间和机会 可是生活不可能永远都是激情澎湃的 爱情当中也并不只有浪漫 别把爱情当成了一场追求刺激的游戏 更不要回避你们在爱情当中遇到的难题 请你试着为你的爱情做出一些努力 不要因为性格当中的某些不足 而丢掉了美好的爱情 第一 接受对方的负面情绪 享乐行性格者习惯用积极快乐的情绪 代替自己的负面感觉 不仅如此 如果对方总是表露出负面情绪 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快乐被压抑了 有一种被限制的感觉 因而他们常常会选择回避对方的负面情绪 转而让自己忙于其他的活动 而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舒缓对方的情绪 还会令对方的负面情绪加剧 所以 请你试着接受对方的负面情绪 不要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学会关心对方的情绪感受 关心对方的内心感觉 不要让对方觉得自己被忽视 不被看中 以免给你们的关系留下隐患 第二 不要逃避亲密关系当中的问题 当亲密关系中出现问题的时候 享乐行性格者很少能够察觉 由于自己并不会被各种环境扰乱心情 所以他们便会觉得 对方的心情一直都很好 双方之间并没有什么问题 当对方要主动谈论这段亲密关系中 存在的问题时 享乐行性格者也似乎并不放在心上 反而是不断地选择逃避 使对方愈发地沮丧绝望 如果你想维持一段稳定良好的亲密关系 那就不要总是逃避问题 你要知道 一个问题就像一道伤口 在伤口很小的时候解决 很容易恢复原状 但是若任由其发展 伤口越来越大 就会有化浓的可能 要治愈它 也就越来越困难 所以 请你现实一点 努力保卫自己的爱情 不要让自己的爱情 输在了性格上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心杰 由评歌为您播讲 享乐行性格者急于得到快乐 忘记痛苦 他们想要把快乐 作为自己的心理防线 甚至盲目地追求快乐 忽视了现实当中的痛苦 于是便总是表现出 没有悲伤 没有痛苦的样子 在其他人看来 享乐行性格就像 永远不会疲惫的喷泉 总是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 积极乐观的能量 但是我们都知道 能量守恒定律 这就让我们不禁疑惑 享乐行性格者的那些能量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难道他们就只会接受 并输出积极能量 从来不会接受消极能量吗 一个人在社会中 总会扮演各种角色 在面对不同的人群时 他们所戴的面具 也有所不同 但是对于享乐行性格者来说 他们似乎只有一种面具 那就是乐观积极的笑脸面具 不管他们的心里有多么悲伤难过 他们似乎总是想用那张笑脸面具 来麻痹自己 让自己觉得自己很开心 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享乐性性格者 请不要再隐藏自己内心的悲伤情绪 不要再逃避内心的痛苦 直面你的不快 处理好你的悲伤痛苦等等情绪 你才能够走出痛苦的深渊 不至于陷入其中 而无法自拔 第一 痛苦不会自己消失 很多人对于享乐行性格者的印象 都是乐观积极 好像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情 其实 享乐行性格者并非真的是没有烦心事 他们的焦虑感 其实并不会比其他人少 一般来说 他们表现得有多么亢奋 内心其实就会有多少焦虑 他们只是通过体验刺激的方式 来麻痹自己 让自己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 去考虑那些 令他们焦虑的事情 当你遇到烦心事的时候 不要总是想着逃避 想着将悲伤痛苦等都抛出脑后 而应该想一想 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毕竟 痛苦是不会自己消失的 也不会因为 你不想 它就不存在 它甚至会在你的心里 生根发芽 所以 请你直面痛苦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接受体验 并且试着战胜它 第二 追求享乐 也要有所节制 享乐型性格者总是奉行 人生苦短的镜条 他们不想错过任何有趣的事情 想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去享受生活 即使四季已经筋疲力尽了 但是面对他人的邀约 他们还是会重新燃起激情 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 结果往往就是 让自己消耗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其实 很多事情并不是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 即使你喜欢享乐 也不必每件事都参与其中 这样的享乐 其实本质上是一种折磨 如果你能更好地看清自己 分清哪些是对自己有利的机会 哪些是自己真正需要参与的 哪些是自己既不需要 也并不想要的 然后有节制的 有选择的参与这些活动 那么你的享乐活动 就会有更高的质量 你要记住 将自己的时间精力 花到值得的地方 好好地享受一番 让自己的心灵真正地得到放松 让压力得以释放 这才算得上是 真正的人生享受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心杰 由评歌为您播讲 享乐性性格对那些 创造性的活动充满兴趣 他们会提出新的想法 喜欢自由自在的工作氛围 善于与人交往等等 这些性格特点在一定程度上 都会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 享乐型性格者 容易被新鲜刺激的事情所吸引 这种性格特点 也使得他们的思维 更加具有创造性 在工作中 容易想出很多有创意的新点子 如果享乐型性格者 能够依据自己的性格当中 某些特点来选择工作 那么他们在工作当中的表现 往往就会令人眼前一亮 享乐型性格者的优势 及其适合的职业如下 一 思维敏捷 富有创意 享乐型性格者的思维十分敏捷 而且具有跳跃性 比如说 原本聊着自己出国旅游的经历 突然跳到前一天购物的打折活动 接着又跳到各地的饮食习惯 他们的脑子似乎转得很快 在那些新鲜有趣 鼓励创新 变化多样的工作环境中 更能够凸显出自己的能力 发挥自己的天赋 因此 他们比较适合从事那些 需要丰富想象和发散的思维等 具有创意性的工作 也比较适合从事那些 需要快速反应的职业 比如说 广告设计 创意策划 咨询服务 主持人 客户经理 销售谈判 娱乐节目主播等等 第二 喜欢挑战 追求多样性 享乐行性歌者喜欢体验 所有新鲜 好玩 刺激的事情 这些体验和尝试 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刺激和快乐 他们认为 人生短短几十年 就应该多享受 体验不一样的事情 因此 他们喜欢做那些 有着丰富体验的工作 喜欢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喜欢具有新创意的项目 甚至对很多新型职业 也非常感兴趣 比如说自由职业 比如说自由职业 航空服务员 酒店试睡员 营养师 糕点师等等 第三 喜欢自由 拒绝束缚 享乐行性歌者 讨厌被限制 被束缚 在工作当中 他们更喜欢领导 只规定大方向 而具体的操促 可以自由发挥 不喜欢有太多的督促 和命令的工作 他们渴望工作时间自由 有弹性 喜欢在一些 相对民主宽松的 氛围当中工作 因而 他们也非常适合 网络编辑 自由撰稿人 各类产品代理等等 第四 幽默有喜感 激情澎湃 享乐行性歌者 觉得生活就是一个 追求快乐的过程 他们追求那种 激情兴奋 没有烦恼 天天开心的生活 他们骨子里 有幽默细胞 擅长调节气氛 在工作中 他们不想做那些 简单重复的工作 无法忍受工作当中的 烦闷与枯燥 因而 他们这样的性格特征 也非常适合 喜剧演员 脱口秀演员 模仿秀演员 娱乐节目主持人 喜剧作家 魔术师等等 第五 热情洋溢 热衷社交 享乐行性歌者 很擅长调动气氛 也喜欢参与社交活动 无论是朋友聚会 还是公司聚餐 他们都能够把氛围 调节得非常轻松愉快 他们喜欢交朋友 也愿意和有趣的人 打交道 在与人交流时 总是会用快乐 感染别人 因而 也比较适合 需要交际能力的工作 比如说公关 市场营销 传媒 人力资源管理 美食家 导游 中介等等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兴杰 由评歌 为您播讲 我们接下来继续分析 另外一种性格类型 就是领袖型性格 领袖型性格 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气势 有一种帝王情节 他们宁为鸡头 不作凤尾 敢于迎接挑战 直面困难 是生活当中的强者 但同时 他们也有着强烈的控制欲 并成着 我的地盘 我做主的信念 对于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和事 都要掌控在自己手中 他们难以容忍 别人挑战自己的强权地位 无论是在生活当中 还是在职场上 还是在爱情当中 这种强烈的控制欲 最终都会让他们备受打击 那如果你是一名典型的领袖型性格者 请不要被这种性格控制 摆脱这种超强的控制欲 你的人生会更加的缤纷多彩 领袖型性格者的内心独白是这样的 我喜欢掌控一切 不喜欢被人控制 无论什么事 我都愿意走在前面 勇往直前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的 我只有变得强大 才能够由自己做主 在评论区 我们同样附上了 领袖型性格者的性格简历 领袖型性格者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 老大哥 保护者 他们总是走在最前面 当别人的保护伞 如果你也有某种程度的领袖型性格 那么 你可能也有控制他人的倾向 因为领袖型性格最根本的特征 就是喜欢控制他人 希望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领袖型性格者的主要特征如下 他们控制欲强 喜欢控制自己的物品和空间 对于那些可能影响自己生活的人 也想要控制他 他们也具有攻击性 并且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愤怒情绪 他们喜欢保护他人 想要成为正义的使者 他们也常常把事情极端化 对他们来说 不是强大就是弱小 不是公平就是不公平 当感到厌倦的时候 他们会出现过度或者极端的行为 比如说疯狂娱乐 彻夜狂欢 暴饮暴食等等 通常来说 领袖型性格者想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安全王国 希望别人都能够听从自己的安排 当他们通过掌管权力来控制局面 让别人听从自己的指挥时 他们就会觉得十分的安全 领袖型性格者倾向于责备他人 同时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正义的执行者 保护者 他们会用怀疑的眼光来审视世界 但是很少质疑刺激的观点 他们的口头禅大多是 我说的都是对的 都要听我的 有我在 什么都不用怕 那如果你的性格当中有领袖型性格的一面 那就让这种性格的优势发挥出来 做一个乐于助人 令人幸福的人 但是要注意 不要想着随心所欲地操控他人 这会让你的人际关系 变得非常糟糕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心结 由评歌为您播讲 即使很愤怒 也要保持智商在线 领袖型性格者 很容易变身为愤怒的代言人 有时候 一点小小的问题 也能够让他们火冒三丈 气不打一处来 从而在愤怒之下 做出错误的行为 因此 领袖型性格者要谨记 不要在愤怒的时候 做任何决定 即使愤怒 也应该保持智商在线 如果你是一个领袖型性格者 你是不是一个脾气暴躁 一点就着的人呢 你是不是经常会吓到别人 别人对你的评价 是不是多于坏脾气挂钩呢 领袖型性格者总是非常强势 当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 他们就会十分开心 但是 当自己的意愿 没有被满足 或者被他人忽视的时候 他们就会表现得异常愤怒 暴躁不已 这种性格特性 使得他们很容易伤害别人 忽视别人的感受 而只顾自己的喜怒哀乐 在与人交谈的时候 领袖型性格者大多是粗心大意 强求他人做事 对于自己看不惯的观点 行为等等 他们总是 直接了当地提出批评 在别人的心口上插刀 而不自知 你是不是一名典型的领袖型性格者呢 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的人呢 要判断你的领袖型性格倾向 或者识别生活当中的领袖型性格者 你可以对照评论区的图表来分析一下 如果你就是一名典型的领袖型性格者 请你在与对方交谈的时候 注意自己的言辞 或者先给对方打个预防针 让对方宽容你的无心之失 当然 你也不要拿这种性格当借口 随意地伤害别人 与人交往的时候 你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 怒火散尽后再开口 领袖型性格者很容易发怒 而且会非常极端 比如说摔东西 骂人等等 在坏脾气来临时 他们往往会变身为恶魔 令人心生畏惧 但是 他们的坏脾气就像是六月的雨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在愤怒散去之后 他们往往又能够心平气和地 谈论之前的问题 所以 当你的坏脾气来袭的时候 请不要任由它发展壮大 你不妨等一等 或者找个地方独处几分钟 或者在心里默默地数数 等自己的心静下来 然后再继续交谈 以免伤害他人 第二 自我反思 曾子曾每天三省自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作为一个领袖性性格者 在与人交往后 要进行自我反思 问问自己 我今天说的话有没有太冲呢 有没有伤害到别人呢 我的表现是不是 比昨天好了一点呢 你要知道 尊重是相互的 你尊重对方 对方才会尊重你 所以 不管你多么愤怒 也不要随意地冲人发脾气 不要让自己的智商 情商 降到负数 驾驭你的坏脾气 而不是被他控制 这样 才能够显出你的强大来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心结 由评歌为您播讲 领袖行性格者 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气势 他们在工作当中 也想要一手遮天 不喜欢听从别人的意见 即使是他人的好言相见 他们也会习惯性地否定他 领袖行性格者最让人头疼的地方 莫过于他们不听从别人的意见 这种不听往往并非是经过慎重的思考 很多时候只是他们的习惯性地否定行为 他们在内心深处觉得 听从别人的意见 就是让对方占了上风 于是不管对方说得对不对 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强权地位 都会习惯性地否定对方 领袖行性格者在职场当中的主要表现 有如下特征 他们喜欢自己创业 不喜欢给别人打工 有些人为别人打工 也只是暂时的 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选择自己创业 他们喜欢自己做决定 哪怕是很小的事情 也亲力亲为 他们喜欢掌控自己的员工 希望员工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 与富有创新意识的员工相比 这种性格的领导 更喜欢服从命令的员工 他们善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是员工的主心股 他们会保护员工主动承担责任 做事情有始有终 不会半途而废 也不会拖拖拉拉 在工作中 领袖型性格者总是突出自己 不管自己是不是领导者 他们总会表现出一副 掌权的姿态 会主动承担工作责任 也会严密地监控 各个工作的进程 这在工作当中 当然是有积极的影响 但是也非常容易 因应为自己的武断专行 而出现工作失误 造成一些难以弥补的损失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兴杰 由平哥为您播讲 因此作为一名领袖性性格者 在工作当中要特别注意 以下几点 第一 给自己留条后路 对于同事的失误 领袖性性格者似乎从来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宽容 他们会不留情面地责备对方 不会给对方重新改过的机会 甚至会因此 否定对方的一切行为 这种不友好的做法 使他们在职场当中 人际关系 非常容易变得糟糕 所以 请你不要对他人求全责备 犯错是不可避免的 给对方留个面子 也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你才不至于四面树敌 在职场中 才能够走得更远 第二 学会寻求他人的帮助 在领袖性性格者看来 需要别人帮助就等于 承认自己弱小 这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 因此 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只会用自己的力量去面对 而不会主动地去寻求他人的帮助 实际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力所不能及之处 并非什么事都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解决 当你的工作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寻求他人的帮助不仅不会削弱你的力量 反而会对你的工作很有注意 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 所以 偶尔失落一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因为这会让你变得更强 第三 倾听他人的意见 倾听别人的意见 会让你看得更加的全面 让你的思维更加开阔 让你能少走一些弯路 他人的意见 有对有错 同样的 你的想法也会有优点 会有不足 多倾听他人的意见 取重所长 补给所短 你的工作计划 会制定得更加完善 工作任务 也能够完成得更加圆满 所以 不要再偏执地坚持 自己狭隘的想法 只有理智地对待他人 懂得倾听 你在职场当中 才会少走弯路 也会走得更远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心结 由品歌为您播讲 顶修行性格者 喜欢权力和控制 在爱情中也是如此 但是 爱情并不是一场 飞胜即败的战争 只有双方都满意 这场爱情 才算是成功的 在领袖行性格者的心中 理想的爱情就是 对方一直在 自己的保护之中 他们会承担起 保护对方 照顾对方的责任 将对方的一切事情 都看成是自己的事情 尽心尽力地帮助对方 这种被保护的恋爱方式 可能会让对方产生甜蜜感 但是 也可能会让对方 觉得自己被控制 失去了自由 领导型性格者 希望自己成为 双方关系的控制者 想知道对方生活当中的 一切信息 比如说 在什么时间 做了什么事 去见了哪些朋友 都谈了些什么内容等等 总的来说 领袖型性格者 在亲密关系中的表现 有如下特征 他们比较强势 希望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 很少征求对方的意见 习惯监督对方 希望对方的一切事情 都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会竭尽全力地追求喜欢的人 努力争取和对方在一起 而且是用光明磊落的手段 追求对方 而不会走歪门邪道 他们喜欢小鸟依人 听从自己安排的伴侣 他们习惯于保护对方 在亲密关系中 经常担任保护者的角色 不习惯被对方呵护的感觉 他们不害怕和对方争吵 而且会将争吵 看成是双方沟通的一种方式 如果被对方伤害 他们往往会选择报复 他们也习惯性地 掩藏自己的软弱和悲伤 在悲伤难过的时候 习惯一个人扛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兴杰 由评歌为您播讲 在亲密关系中 领袖型性格者会试图通过成为对方的控制者 来让自己获得安全感 他们习惯一切都为对方考虑好 虽然他们不吝惜自己的付出 但是他们的另一半 往往因为被控制 而与他们发生冲突 如果你也常常责备对方 狗咬吕洞兵不识好人心 常常辛苦付出 却被对方指责 那么 你就很可能需要反思 以下两个问题了 第一 我尊重对方的感受了吗 领袖型性格者 常常专注于自己的内心欲望 体验自己对生命的掌控感 却忽略了对方的感受 当对方埋怨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也大多数是忽视 不理睬 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对的 领袖型性格者要知道 爱情不是战场 并没有谁强谁弱之分 你尊重对方 对方才会尊重你 如果你一手遮天 想要完全控制住对方 甚至觉得对方提出的要求 不可理喻 那么 你很可能就会亲手 葬送你们的爱情 所以 请你学着尊重对方的感受 不要擅自替对方做决定 第二 我是不是可以表现得 再柔软一些呢 大多数领袖型性格者的童年 都过得很不容易 他们依靠自己强大的内心 才得以生存 因而 将自己那些细腻柔软的情感 收藏了起来 并且逐渐地忘记了 这些情感 也不习惯面对这些 情感泛滥的自己 即使是面对亲密关系当中的 另一半 他们也态度强硬 而这种态度 又往往会令 另一半 觉得有伤自尊 觉得自己 不被对方看重 所以 你可以试着 让自己变得柔软一些 不要总想着 跟对方硬碰硬 不要总是怀着 圣者为王的思想 与对方相处 你要知道 你们是恋人 不是敌人 如果你想要征服对方 权力是没有用的 释放出你的魅力 让对方折服 这才是这道 爱情问题的正确解法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心结 由评歌为您播讲 领袖型性格者 习惯以权压人 即使没有出现反对之声 但人们心里也是不服的 若想真正实现 人心所向 以权压人 不如 以礼服人 我说的话都是真理 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 别再给自己找借口了 我看你就是不想听我的话 你说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看一点价值都没有 到底你是老板 还是我是老板呢 极端的领袖性性格者 经常会这样 摆出权威的架势 不容他人质疑 如果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他们就会觉得 自己的权威地位 受到了威胁 会不由分说地反对对方 甚至强制性地给对方 灌输自己的想法 在现代社会 我们都崇尚言论自由 行为自由 还以自己的权威当上方保健 这显然就是行不通的 如果领袖性性格者 在运用权威的时候 没有掌握好度 就很可能被他人集体反对 甚至被完全孤立 因此 领袖性性格者要注意 以下两点 第一 权威不等同于威性 权威与威性最大的区别在于 权威是依靠权力 来保证事情顺利 实施的 而威性 则是依靠人们内心的情感 建立起来的 即使没有权力 也一样令人幸福 也就是所谓的 众心所向 对于领袖性性格者来说 追求权威所获得的成就感 远不如追求威性 所获得的成就感要更强 而要树立威性 仅仅靠权力 是很难实现的 还需要领袖性性格者 讲理 即懂得尊重他人 能够真正公平公正地 对待自己和他人 从而让他人自愿追随 愿意任其差遣 第二 修炼一颗宽容的心 这并非表示领袖性性格者 就是心胸狭隘的人 只是因为他们大多都比较强势 对于自己的想法决策 都会偏执地坚持 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 甚至会觉得 别人提出的建议 指出的问题 就是在故意地针对自己 就是在跟自己作对 而事实上 别人的这些建议 同样有优点可取 甚至可能使自己的想法 更加地完善 因此 作为一名领袖性性格者 我们要修炼自己的心 让他变得宽容大度一些 能够容下别人提出的 与自己不同的建议 让合作发挥出效用 如果有人不同意你的方案 你可以将方案的优点 与潜在意义挖掘出来 以礼服人 用你的方案的优势 去说服对方 而不是直接封住对方的口 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事情变得越发的顺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兴杰 由平哥为您播假 领袖型性格者 性格当中的核心特质就是领导 善于运用自己的领导力 他们会成为优秀的领头人 会成为值得信任的保护者 那如果你是一名典型的领袖型性格者 那就对照下面的内容 找出你性格当中的主要特点 从而在职业选择方面 多一重考虑 如果你是一个轻微的领袖型性格倾向者 那么就找到你这性格当中的潜能 并将其挖掘出来 让它成为你职业生涯当中的推动器 领袖型性格者的性格优势 及其适合从事的职业如下 一 敢打敢拼 撸起袖子加油干 领袖型性格者坚信爱拼 才会赢 他们敢说敢做 会积极地付出实际行动 讨厌纸上谈兵的人 在朝着目标奋斗的过程中 他们会勇往直前 直面困难与挑战 他们喜欢冒险创业 喜欢开拓性的事业 他们追求权力 追求有挑战性的职业 所以 他们这样的性格非常适合 赛车手 登山运动员 保镖 特警 消防员等等 第二 独立自主 超强的领导力 领袖型性格者喜欢掌权 不喜欢被人控制的感觉 即使自己并非领导 他们也会很快成为团队的主心骨 表现出一幅有责任感的领导派头 他们愿意保护自己的同盟 有担当 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 他们勇于出面解决问题 有时迫于形势 他们会找一个平凡的职位 但是 心里会一直想着自己单干 或者晋升为部门的领导 有着 宁为基头 不做凤为的信念 他们比较适合担任 公司的领导角色 因而他们适合从事的职业有 公司的总经理 部门经理 项目经理 学院院长 导演等等 第三 勇于挑战 不甘示弱 领袖型性格者有一种强大的意志力 他们瞧不起那些弱不禁风 因为一点小事就伤春悲秋的人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或者紧急状况下 他们勇于挑战的个性会凸显出来 会表现出独特的才能 具有不顾一切的勇气 因此 他们也比较适合选择那些 有挑战性 难度大 充满竞争的职业 比如说开发商 改革型领导 市场开拓员等等 第四 真实直接 热衷对抗 领袖型性格者喜欢直接了道的沟通方式 希望把问题都放在明面上讲 不要击击歪歪地在背后搞小动作 他们不害怕发生冲突 甚至有一定的好斗的倾向 如果是在古代 那他们就是征战杀场的将军 有这种性格的人 会从事一些对抗性的体育竞技职业 还有些人会从事那些 与对手当面过招的职业 比如说 拳击运动员 柔道运动员 跆拳道运动员 销售员 招投标专员 拍卖师等等 第五 升章正义 公平公正 领袖型性格者会除强扶弱 帮人升章正义 即使一件事情与自己无关 他们也想着要为别人主持公道 就像路见不平的挟士 公正联名的清官 他们适合从事那些 暗合他们公正诉求的职业 因此他们也非常适合那些 司法人员 武警军人 公安 预警等等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兴杰 由平哥为您播讲 我们接下来继续分析 和平性性格者 和平性性格者的主要关注 有关注点在他人身上 为了融入他人 他们会违心地表达认同感 为了不引发矛盾和冲突 他们会选择妥协退让 这种委屈自己的做法 在大多数时候 不仅不会赢得他人的好感 反而还会让他人看清自己 令他人越发地变本加厉 如果你是和平性性格者 请你正确看待冲突 不要因为这种性格 而变得逆来顺受 让自己被忽略 让自己受委屈 无论是在生活中职场上 还是在爱情中 表达你的真实感受 不委屈自己 你才能获得真正的尊重 不会被别人轻视 和平性性格者的内心独白 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性格平和的人 我觉得万事都要以和为贵 我相信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渴望人人都能够和平相处 有时我会为了逃避冲突 而退缩让步 委屈自己 在评论区 我们同样附上了 和平型性格的性格简历 和平型性格者最大的愿望 就是世界和平 没有冲突 对他们来说 很多事情都没有必要 非争的个 是非对错 差不多就行了 大家都和平相处 没有矛盾和冲突 才是美好的生活 相信很多人身边 都有这种性格的人 他们与世无争 处世淡然 好像什么事情都不会往心里去 常常扮演 矛盾调和者的角色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兴杰 由评歌为您播讲 其实 除了这些特征之外 和平型性格者 还有如下特征 他们难以分清事情的主次 总是用不必要的事物 来取代真实的需要 最重要的事情 往往在最后时刻 才去做 他们难以做出决定 虽然表面上服从 但是内心其实非常矛盾 我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是加入 还是要离开呢 他们也不愿意做出承诺 他们压抑身体的能量和怒火 他们关注他人立场 拥有感知他人内心体验的能力 但是容易忽视自己的立场 他们很难对别人说不 他们有着不斤斤计较 顾全大局 为他人着想的良好品质 也有着善解人意 善于调解冲突的能力 很容易收获他人的好感 但是 他们的性格当中同时也有着 不可忽视的负面特征 比如说 他们害怕面对冲突 为了逃避冲突 甚至委屈自己 自我牺牲 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 做事实犹豫不决 难以下判断等等 那如果你就是一名典型的 和平型性格者 请你发扬性格当中的优点 弥补性格当中的不足 让自己真正的为自己而活 让你的生活 爱情都能够收获甜蜜 和平型性格者表面上看似 与世无争 关注的是 应不应该同意别人的观点 而不是寻找刺激的立场 仔细想一想 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 当你提出一个观点 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 他对你的观点 总是不置可否 有时候你觉得他是同意的 但是他往往会表示 想知道别人 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甚至即便是一个 很简单的小问题 他也会犹豫不决 不会说出自己的想法 当对方有这种表现的时候 相信你一定十分无语 不知道该评价对方 与世无争 淡然无为 还是该评价其 自我轻视 不敢表达 不过 这正是和平型性格者的 典型特征 如果你想要更加准确地 判断自己或对方 是不是和平型性格者 可以对照评论区的表格 进行识别分析 从心理层面来看 和平型性格者 需要他人的认同 并且希望借助融入他人的生活 弥补忽略自身所带来的损失 他们喜欢中立 不希望得罪任何一方 也不愿意确定自己的立场 因为他们担心 如果确定了自己的立场 就会因为立场不同 而被他人疏远 或者因为立场一致 而被他人控制 于是 他们对人对事 总是采取一副 无所谓的态度 看似与事无争 但实际上 背后隐藏的 却是一颗自我轻视的心 觉得自己不重要 不被人重视 可以随时被他人忽略 因此也不必争 不必努力 那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想法 并且这样做了 那你就真的败给了这种性格 不过没关系 你同样可以奋起抗争 积极地看待自己 为自己而活 不再低估自己 不再被消极的人生态度 所折磨 那如果你并没有 被这种性格打败 反而是坚决地战胜了他 那么恭喜你 你的未来 将会无限光明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心结 由品歌为您播讲 别做职场当中的 拖延症患者 职场中的和平型性格者 一般会 转变为拖延症患者 他们工作能拖就拖 问题能不提就不提 总是给人一种 消极代工的感觉 你若想在职场上 奋斗出一片天地 就要改掉拖延的坏习惯 及时地完成工作 解决问题 反正会有人解决的 不用我操心啊 时间会解决一切问题 顺其自然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是否参与并没有那么重要啊 这个问题 我也无能为力 和平型性格者 在职场工作当中 总是怀着这样的想法 在他们看来 工作一直拖下去 好像他就自己会完成一样 结果就是 他们手头的工作是越积越多 问题也越来越多 拖着拖着 就变成了烂尾工程 既影响自己的工作状态 也影响他人对自己的信任度 和平型性格者在职场当中的主要表现 通常有如下特征 能妥协就妥协 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 以免使自己卷入麻烦之中 不适应变动和创新的工作 比较喜欢从事不断地重复 单调刻板的工作 能够静下心来思考问题 但是很多事情 也只是想想而已 缺乏亲身实践的勇气 工作时不紧不慢 很可能因为他一个人 而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进度 他们不喜欢参与公司的政治斗争 也没有明确的立场 当公司其他人有矛盾的时候 他们也会尽力地调和 如果你在职场当中 也有表现如下特征 那说明 你也具有一定的 和平性性格倾向 请你当心 不要成为职场当中的 拖延症患者 其实 要戒掉工作当中 爱拖延的毛病并不难 只要你在工作当中 记住以下三点 就能够轻松地克服拖延症 成为受欢迎 值得信赖的职场人 第一 明确工作架构 和平性性格者 在工作当中之所以会拖拉 是因为性子慢 而导致迟疑 因此 当你接受一项工作任务的时候 首先应该明确 这项任务的工作架构 在脑海当中 形成一个简单的工作框架 以便在做决定时 有明确的参考 不再因为迟疑不决 而耽误时间 第二 将工作任务细化 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 走路的时候 走一百米 都觉得很容易 走五百米 觉得还可以接受 走一千米 就觉得有点远了 那如果知道 刚开始的目标是三千米 那么 我们可能连一米 也不想走了 其实工作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直接将一份工作 大包大揽 很容易产生 为难心理 能拖就拖吧 要改善这种状况 你在开始进行工作时 可以先将工作任务 进行切割分配 将一个大的项目 分阶段进行划分 并且规定一个具体的时间 让自己产生紧迫感 从而通过逐渐完成小目标 达成大目标 第三 从团队出发 职场上有很多工作 并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 大多需要团队合作 如果你在工作时 总是不紧不慢 就会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下律 给其他人带来麻烦 所以 当你在工作的时候 请紧急这一点 及时地处理自己该做的工作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心杰 由评歌为您播讲 和平型性格者 在爱情当中 也会习惯性地逃避冲突 这种做法很容易引起 另一半的反感 所以 该争论的时候 就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而不要一味地迁就对方 委屈自己 在和平型性格者看来 细水长流的爱情 才是真正理想的爱情 他们不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情 而是渴望平淡的爱情 觉得无风无浪 平平淡淡的爱情 才是最为美好的 在爱情中 和平型性格者 也会尽力避免 逃避冲突 一切都以对方的意愿为先 尊重对方 但是由于缺乏自我意识 他们也常常忽略了 自己的成长 他们在恋爱当中的主要表现 有如下特征 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方身上 一切围绕对方转 比如说对方喜欢什么 他们就会跟着喜欢什么 可以很容易地察觉到对方的情绪 但是很难发现自己的感觉 所以他们也很少惹对方生气 他们能够强烈感受到对方的愿望 并且会为实现对方的愿望而努力 甚至会将对方的愿望 变成自己生活的动力 一旦陷入一段关系 就很难放手 会因为对方的行为受到鼓舞 也可能因为不认同对方 而与其僵持 抗争 从积极的角度来说 和平型性格者在亲密关系中的这些表现 会让对方感觉受到尊重 不至于使双方之间的冲突 愈演愈烈 但同时 这种做法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 和平型性格者总是迁就对方 不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一味地逃避争吵与矛盾 这不仅会让他们自己心里感到委屈 也会让对方觉得他们不够真诚 从而会使双方的感情产生隔阂 如果你在爱情当中 也是无条件迁就对方的和平型性格者 请你改变自己对待爱情的方式 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 表明自己的立场 你说的都对 我同意 就按照你说的办法 不要再吵了好吧 算了 就这样吧 当你听到另一半这么说的时候 你会有何反应呢 你是觉得对方很冷静 于是你主动结束争吵 还是觉得对方太过敷衍 而更加的生气呢 在亲密关系中 很多人对另一半都会提出很高的要求 也希望另一半对自己没有隐瞒 而当另一半表现出不耐烦 不将心中的想法据事相告的时候 人们往往会更加生气 而且 另一方在迁就对方时 也会觉得是自己受了委屈 自己付出的更多 而由于这种缺乏沟通 双方的误会 也会越来越深 所以 在爱情中 你要学会表明自己的立场 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 不要因为害怕冲突 而一直逃避 真正健康的爱情 并不是没有冲突 而是双方可以直面冲突 解决冲突 不要觉得你们之间的感情 经不起一点风浪 其实 爱情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 冲突也不过是 爱情生活当中的 一点点调味剂而已 第二 学会用吵架沟通 两个独立的个体 因为爱情走到了一起 肯定会出现一些分歧和争吵 毫无疑问 其实吵架并没有 你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你完全可以将吵架 当成一种沟通的方式 不过 在吵架的时候 要注意两点 一是先要调整心情 再处理事情 不要在心情很糟糕的时候吵架 以免说出伤人的话 二是要谨记 吵架是为了沟通 是为了让你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而并不是发泄情绪 表达出你的想法 至于对方是否接受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你就不应该强求 而且你要知道 吵架并不是非要争个是非对错 而是要让你们将心中的气撒出来 不要一直带着情绪相处 小吵小闹是爱情的粘合剂 不要因为这种和平性性格 就一直逃避冲突 妥协退让 这未必是处理感情问题的最好方式 你要知道 爱情中需要尊重 但同时也需要真诚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兴杰 由平哥为您播讲 随和并不等于没有主见 在和平性性格者看来 为人随和就意味着认同他人的观点 不提出反对意见 于是他们就不会与他人产生分歧 发生矛盾 也很少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于是慢慢地就变成了 没有主见 甚至不被人看中 和平性性格者总是以调和各方矛盾为己任 他们看不得冲突 做不到拒绝 常常会委屈自己而满足他人 忽略自己的真实意愿 从好的方面来说 和平性性格者的这种做法 可以被称为顾全大局 但是从不好的方面来说 他们这样做叫做 毫无主见 毫无原则 和平性性格者要认识到 为人随和 并不等于没有主见 也并不代表 你要舍弃自己的想法与利益 去满足对方 有时候 即便你是出于好心 但是这好心很可能会被别人利用 让你做出 违背自己内心的事情 甚至做出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来 因此 请不要再拿随和当借口 不要再无底线 无原则的做事 更不要拿这种性格当幌子 因为这种性格当中的不足 是完全可以改正 完全可以完善的 与人相处的时候 请你谨记以下几点 第一 想想自己不想要什么 和平性性格者 不会主动表达自己的意愿 但这并不代表 他们的心中没有想法 他们虽然不是很确切地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但是很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 从而可以通过排除法 来找到答案 如果你也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纠结 不妨把注意力放到 不想要什么上面 这样做 虽然你不会直接明了自己的内心想法 不过对于不想做的事情 会有明确的认知 当被要求被逼迫做这些事的时候 你就可以不再犹豫 果断地拒绝 第二 随和不是迁就 为了表现自己容易相处 为人随和 和平性性格者总是很容易迁就他人 向他人的意见屈服 长此以往 总是忽略自己想法的他们 会逐渐地被他人的意见所左右 慢慢地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 丧失了自己的立场 和平性性格者要认识到 随和不是迁就 一味地迁就他人 只会把自己的姿态拉得更低 更无法得到他人的尊重 其实 你表达自己的观点 并不一定会破坏和谐的局面 有时候 别人不但不会因此 看清你 斥责你 反而还会对你 多一份尊重 所以 不要总是想着 靠迁就他人 来维持和谐的局面 勇于表达自己的主张 你会构建出 另一个和谐的局面 作为一名具有和平性性格倾向的人 我们要做到有原则的随和 不要毫无底线地 迁就他人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性格上 本书作者董心杰 由品哥为您播讲 和平性性格者的性格优势与职业建议 和平性性格者喜欢逃避冲突 不想与人发生争吵和矛盾 这种追求和平的特点 也是他们的性格优势 有助于平息争端 和平性性格者找到自己性格中 潜藏的各种优势 有利于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 和平性性格者既不急功近利追求成就 也不贪图享乐只顾今朝 他们追求平静 心态平和 心中总是想起 算了吧 随他去 这样的声音 并且真正地将其付诸行动 和平性性格者的这种性格特征 使他们从事调停工作方面 具有很大的潜能 和平性性格者的性格优势和职业建议如下 第一 追求平静 性情低调 和平性性格者追求平静 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冲突 没有纷争的环境中 为了维持内心的宁静 他们不喜欢抛头露面 总是低调地从事着十分普通的社会职业 他们这样的性格非常适合教师 商店职员 快递员 送餐员 理发师 等等职业 第二 避免冲突 善于调停 和平性性格者对人对事 总是采取稀释宁人的态度 他们不愿意面对冲突 为了追求和谐 他们会有意无意地团结身边的人 有一种将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能力 因而 和平性性格者比较适合成为 团队当中的润滑剂 缓和同事之间的矛盾关系 调解纷争 因此 他们也非常适合这样的岗位 比如说 办公室主任 人力资源管理 工会主席 客户投诉接待 劳资关系人事专员 劳资仲裁员等等 第三 镇定自若 感受力强 和平性性格者总是给人一种 不紧不慢 淡定从容的感觉 即使事情很着急 他们也表现得十分平静 而且 他们对他人的情绪与感觉 有很强的感受力 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这两种性格特质 会使他们在医学或者精神治疗方面 取得较大的成就 因此他们也非常适合 心理咨询师 精神医生 心理疗愈专家 瑜伽教练等等 第四 善于综合 维护整体 和平性性格者的思想 具有综合性 他们能够站在广阔的整体视角下 将不同的观点 思想联系起来 并且从差异中找寻到共同点 他们的思维倾向于 整体性和综合性 适合从事 全景式的整合研究工作 因而 他们也非常适合 项目经理 人力资源管理师 协会秘书长 中医学家 人类学家等等职业 第五 高度配合 耐心十足 和平性性格者 做事非常有耐心 他们会慢慢地 把一件事做好 而且 他们可以了解 其他人的需要 也会尽力配合 其他人 但是 他们不喜欢 自己做决定 因此 他们是助手的 不二人选 同时也适合从事那些 需要高度耐心的工作 他们这样的个性 非常适合 行政助理 后勤保障 老客户维护 劳动保障协理员 政府机构秘书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